陈韶,你看我准备的这些东西够不够,我捏紧手上的礼盒带,心里多少有些忐忑,陈韶却显得漫不经心,头都没回就随便应付了一声,他家是本地的一个老小区,连电梯都没有,我在后面拎着东西跟着有点吃力,你快点行不行,陈韶隔着一层楼梯喊我,当初那么着急要见父母,现在怎么不走了,我拿的东西有点多,你能不能马上到了,快点,陈韶, 陈韶两手空空,剑步如飞,我胳膊酸痛跟在后面一步一去,老远,我就听到陈韶妈妈带着点兴奋的嘘寒问暖,只可惜,她关心的对象并不是我,当我好不容易爬到七楼的时候,刚要笑一下打声招呼,阿姨好,我得到的回应,是一个毫不掩饰的白眼,妈,这就是我跟你说的,方夏,哦,陈韶妈妈的脸瞬间搭了下来,看都没看,我便拉着自己的宝贝儿子 进了屋,我善善地跟在后面,进门之后也有些局促的,不知道如何是好,我幻想过一万种见父母的场景,偏偏没料想到会是这种情景,饭菜似乎是早就做好的,两酥一汤,还有一个是昨天的剩菜,看来,陈韶妈妈是真的不喜欢我,但我跟陈韶两年的感情,我不想就此放弃,便赶紧将手上的爱马仕包包递过去, 这使你留着自己用吧,这种杂牌包便宜货我可背不出去,我儿子给我买的都是香奈儿和迪奥,我看了一眼陈韶,他非但没有帮我解围,甚至还附和式地吃笑一声,姑娘,你不是本地户口吧,陈韶妈妈没等我解释,接着问道,是从小城市来的吧,听陈韶说你还在实习, 阿姨也理解你,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,也买不起多贵的东西,我并没有回应他明立案里对我的嘲讽,回答了一声似的,也开始认真打量其他的家,设施老旧,空间狭窄,厕所和浴室都是挤在一起的,可能算上墙体都没有我家厨房大,可能是看我没有解释和反驳,陈韶妈妈继续说的,我家面积虽然不大,但是按照现在的房价,怎么也值三四百万, 以你现在的工资,可能工作几年都买不起一个厕所,我看了一眼埋头吃饭的男友,心里多多少少有点隔应,虽然我不是本地户口,但家庭条件不错,父母都是做房地产的,我的学历和专业都比男友强得多,即使现在是个职员,但并不代表一辈子都是职员,方夏是吧,阿姨冒昧地问一句,你处心积虑地跟我儿子在一起,阿姨,我打断他的话, 语气中也带着不满,我跟陈韶在一起是你情我缘,否则也不会恋爱这么长时间,这顿饭吃得实在噎得慌,我也顾不得父母嘱咐我的所谓的礼数,放下筷子直接离开,走的时候,我还听陈韶妈妈在后面念叨我小地方来得没教养,我赌气一直走到小区门口,也没见陈韶追出来,甚至一连三天,陈韶都没有联系我, 原以为,我们的恋情会因为父母的反对而告终,但就在第四天的时候,我接到了陈韶的电话,方夏,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,接通电话之后的第一句,就是陈韶劈头盖脸的责备,那天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,你平时对长辈都这么没礼貌吗? 一连几天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,方夏,你怎么回事,我如梗在喉,心里觉得委屈,可那件事我确实做得不对,陈韶见我一直没说话,声音也轻柔了不少,似乎带着一点小心翼翼,方夏,你该不会是想跟我分手吧?分手,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问题,只是他的家里,我们见一面吧,我说到,陈韶答应了,地点是之前常去的猫咖, 时隔几天,陈韶看起来憔悴了不少,看着他胡子拉茶的样子,说不心疼是假的,他跟我说,我走之后他也跟家里吵了一架,并且主动跟我道歉,说那天不该让我拎那么重的东西,不该让我自己一个人回家,陈韶道歉很诚恳,却只字不提那天他母亲对我的冷落,可能是因为我有点恋爱脑,也可能是实在舍不得放下这段感情,当时我并没有察觉出问题, 甚至还自责让陈韶难做,陈韶,你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啊?因为我是外地户口,我们这里一般都是跟本地人结婚,外地人都喜欢骗户口,我妈也是担心我,我有点无语,不知道该怎么接话,不过你放心,别人嫌弃没关系,我不嫌弃你就好了,说完,陈韶还特别自恋地感叹一句, 也就只有我不嫌弃你这外地户口了,说起来,这本地户口我还真喜欢不上,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,我并不觉得以后会因为一个户口过得多艰难,我还稍微有点理智,低头喝了一口咖啡演示自己的伤感,陈韶,我叫了他一声,把他从就是主的自恋幻想中拉回来, 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吗?可能他没想到我会问出这个问题,愣了好一会,才尴尬地笑了一下,想,但是你妈那边,放心,我会跟他说明白,陈韶对天发誓,这辈子我可是非你不娶,我动摇了,我相信了,我们还是情侣关系,只是,我们心照不宣的谁都没有再提起过见父母这件事。 第二天,陈韶给我打电话,说他一个表亲家要生孩子,按照礼数我们是要出份子钱的,方夏,我这个月的工资,都用来给你准备礼物了,这份子钱你能不能,人情往来,几百块钱也无可厚非,多少钱,陈韶犹豫了一下,五千,五千,啊,对,因为,关系比较好,就,陈韶支支吾吾的,又说了好多给我准备的礼物多好多好, 我一时头脑发热,直接给他转了钱,我心心念念地期待着我的礼物,可陈韶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漠,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多跟我说几句话,至于他前一阵提起关系甚好的表情,我更是一眼都没见过,我隐约觉得哪里不太对劲,有天晚上,他去洗澡,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,也是那一次,我发现了他的秘密,我并没有检查他手机的习惯,可能是上天垂帘, 偏偏就是这一次,我多看了一眼消息,发消息的是个女孩子,回复的内容也比较敷衍,这件事,我也并没有放在心上,但晚上的时候,他的手机放在我这边充电,手机一直嗡嗡地不停震动,他睡得很死,倒是把我给吵醒了,一连几条,都是那个女孩子的消息,再蠢,我也察觉出有点问题了, 我悄悄用他的指纹开了锁,点开了和那个女孩子的聊天记录,越是往上翻,我的心越凉,他们两个的聊天记录,多一半都是陈勺想尽办法逗他开心,约他吃饭,那殷勤的模样像急了舔狗,以及一张项链的图片,那是我之前分享给男朋友的链接,没想到转头他就拿去哄其他人开心, 我知道那条项链的价格,不多不少,正好五千,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,心里憋着委屈,憋着愤怒,我一巴掌打到陈勺脸上,你特么有病是不是,陈勺捂着脸,看我的眼神恨不得把我吃了,大晚上不睡觉,你抽什么疯,我把手机砸到他身上,我抽疯,不知道谁吃着软饭,还在外面养狐狸精,方夏,你说话给我注意点,陈勺指着我的鼻, 警告我说,他不是狐狸精,你再胡说八道,小心我撕了你的嘴,我拿那条项链说是,他却嘲讽我物质又败金,所以这就是你拿我的钱给别的女人买礼物的理由,什么你的钱,你的钱去给人随份子了,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嘴硬,看来真是我给他的信任太多了,我也忽然清醒过来,难怪他会在十个几天之后才回去找我,感情是骑驢找马, 而我不过是个可以随时抛弃的备胎,方夏,你现在真丑,为了一点钱就成了泼妇,这要是以后为了户口,还不得成了什么德行,你也不撒泡尿找找你自己,没车没房,吃我的喝我的,涂的就是我家的钱吧,你去找谁谁会搭理你, 也就是我不嫌弃你是外地户口,要么你就老老实实地待着,今天这事我就当自己做了一个梦,我被他厚颜无耻的样子气笑了,我确实应该好好照照自己,看看自己的眼镜是怎么长歪了才会看上你,当天半夜,我就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,你要是敢走,别最后舔着脸回来找我,陈勺依旧自以为是的觉得我非他不可, 我一手攥着门把授,一手拉着行李箱,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,我们分手吧,这可是你说的,你可别后悔,我砰的一声将门关上,毫不留恋,也是为了安慰自己,我订了市里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,舒舒服服地睡了一晚,第二天就给我爸打电话,问他要了一套二环以内的大平层,一共二百六十平,精装修,直接拎包入住,甩了自恋的渣男, 约上三五好友,日子过得格外滋润,只是我低估了陈勺和他家人不要脸的程度,那件事也被闹得人尽皆知,我倒成了欠钱不还的复兴女,那天去上班,远远便看到一大群人围在公司门口,水泄不通不知道在做什么,放下那个女人又,把我儿子骗得好惨又,浪费我儿子两年的感情,现在好了,帮上一个大款就把我儿子给甩了,陈勺妈妈说的头疼, 不少同事对我投来一样的眼光,更有落井下石的人指认我,阿姨,你说的方夏是不是她,就是她,就是她,陈勺妈妈朝着我冲过来,一把拽住我的衣服,丫头,我们家也是一般条件,经不起你那么挥霍,既然你跟陈勺没办法走到终点,你能不能把钱还给我们,方夏,咱们女人也要讲究独立,不能让人看不起,你要是拿不出来,我先借给你一点, 咱们还得上班呢,要是让老板看见,多不合适,同事们也被陈勺妈妈的真情演义给骗到了,纷纷帮着她说话,阿姨,我怎么不记得,我找你们借过钱,说完,我想起来那天被我丢掉的一个蓝皮本,上面记录的是恋爱两年她给我的全部花笑,前前后后加起来不到四千块钱, 原本我并没有放在心上,一边骂着陈勺脑残,一边将那个本子扔到了垃圾桶,没想到,他们还真好意思过来找我呀,你花了钱,当然不会承认,那你说,我欠了你们多少钱,欠了我们多少钱,你自己心里清楚,少在这给我装傻充愣,陈勺妈妈看起来有些心虚,只口不提数额,可能她也觉得四千块钱有点丢人吧, 这时,我撇到她包里有一个蓝色的本,心中恍然,于是我不顾人们指点,趁她没防备直接将包抢了过来,哎呦,欠钱不还还想着打人,陈勺妈妈充分体现出了一个市井泼富的战斗力,上来就要拽我的头发,你是不是想把欠条撕了,我告诉你,你要是敢这么做,我现在就把你告上法庭,她慌了,打算利用周边人的好心给我施压, 不过我也是早有防备,不仅没让她抓到,还成功将本子拿了出来,这就是你说的欠条吧,我大声将上面的每一笔开销都念了出来,这,恋爱两年才花了四千块钱,连吃个冰棍都记得这么清楚,这真的是在谈恋爱,这家人也是够奇葩的,祝贺方夏脱离苦海,同事们的舆论开始向着我一边倒,陈勺妈妈慌了,我也将那个本子丢到了她脚下, 连带着从钱包里拿出来的四千块钱,诺,你说的钱还你了,现在咱们算算这两年我给陈勺花的钱吧,最新款手机,限量版AJ,过生日准备的惊喜,我掰着手指头一笔一笔算,看着陈勺妈妈油红转青的脸色,心里爽得不行,我瞟了一眼她手里的包,连高仿都不是的LV, 继续说道,阿姨,我知道你家困难,所以才买个假包撑门面,这样,那些钱我给你抹个零,你还我四万块钱就好了,哦,对了,还有陈勺给她小情人买的礼物,刚好五千,一共是四万五千元,陈勺妈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,继续撒泼耍赖,表明了不想还钱,我只觉得作偶,赶忙让保安将人给拽了出去,陈勺这波操作 着实把我恶心的不行,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,我自然也要给他送一份大礼,我捡起地上的钱,放进包里,坐在办公椅上,长呼了一口气,这么丢人的事情,陈勺应该还不知道,不是要钱吗?我马上就给陈勺转过去了四千块钱,不出所料,还没等一分钟,他就把钱收了,但当我跟他要这两年我花费的那些钱时,第二句他就把我拉黑了,我笑了,就怕你不拉黑真把钱还给我, 第二天,我就拿着转账记录找到了陈勺公司,我去得比较早,就一直在他们公司门口等着,陈勺见到我就像是看见猫的老鼠一样,低着头快速溜了进去,生怕晚走一步就被我吃了似的,陈勺,我叫住他,还钱,但我的力气到底比不上他一个大男人,即便我抓住了他的衣服也很快被甩开,保安,快把这个疯子赶走,谈了两年恋爱,花了几个臭钱, 分手就一直找我要,喝,跟我昨天差不多的说辞,我并没有机会在公司门口戳穿他的谎言,于是,我找到了他们老板,不过陈勺显然也跟他们老板打了招呼,这是你们的私事,就算闹得在江,也不应该,在公共场所闹起来,看你是个小姑娘,叔叔多跟你说一句,不要显得那么斤斤计较, 否则,这里不好看,老板指了指他自己的脸,明显在说我小题大做,王老板,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,欠债还钱,天经地义,你还不了解事情的起因就断定我是无理取闹,这让我很怀疑,您在处理公司事务上是不是也是如此, 我顿了顿,观察着王老板的脸色,果然,被一个晚辈奚落,换谁谁都没什么好脸色,趁着他还没有发脾气,我赶紧挑明自己的身份,不过我相信王老板也是被小人给蒙蔽了眼镜,否则我爸也不会选择跟您一直合作,你爸爸是,我说出来我爸爸的名字,王老板立马就变化了对我的态度,你跟陈勺分手了,我点了点头,当时陈勺的工作,还是我找我爸帮他安排的, 为了照顾他的面子,我并没有告诉他,王老板呵呵地干笑两声,误会,确实都是误会,我还以为你是陈勺的前女友,不,前前女友,又寒暄了一阵,王老板直接当着我的面将陈勺给叫进来了办公室,陈勺啊,王老板看陈勺的模样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样子,事情我都听说了,你说说你,谈恋爱没必要那么小气吗? 不,老板,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,陈勺对老板低头哈腰,转头却对我凶神恶煞的质问,方夏,你都跟我老板怎么造谣了,实话实说而已,我心里嘲笑陈勺不会审视夺势,他越是这样,只会越快地把自己推向深渊,为了四千块钱让你妈跑我公司闹事,钱我还给你了,但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呢? 看陈勺表情铁青,咬着牙转给我四万块钱,我心里就一阵痛快,钱我还给你了,赶紧走,你也走吧,王老板说道,做人讲究的是信誉,我们公司也很注重信誉,陈勺不仅为人吝啬,更是辜负了你的伯乐,所以,你并不符合我们公司的招人标准,再傻的人也能听出来王老板的言外之意。 陈勺追了出来,苦苦哀求,我却笑得得意,并且扬了扬手机,哦,对了,还有一份礼物等你查收,不用客气哦。 我找了几个比较知名的博主和公众号,将我和陈勺的故事投稿,利用新媒体行业把控舆论网上的消息向来传得很快,陈勺看手机的时候已经传得铺天盖地,哪哪都是对陈勺的控诉和咒骂,这个方法还是王老板告诉我的,他也是个狠人。 这一招,足以让陈勺在各行各业都混不下去,我看陈勺看到消息的时候腿都软了,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,我还帮你准备了苏孝救星完,这个免费,不要钱,方夏,你有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,我摇了摇头,以牙还牙而已,陈勺被辞退了,在我这也没得到什么好果子,像个狗一样灰溜溜地上了一辆出租车,报复了渣男,心里爽得不行,只是我没想到, 阎王好见,小鬼难缠,小人更是不好摆脱,晚上,陈勺给我打电话,方夏,你最好去网上把这件事给我澄清,并且亲自登门给我妈道歉,凭什么,我责了一声,陈勺,谁给你的脸,你这是诽谤,你还打人,你信不信我去告你。 陈勺语气很凶,旁边还隐约有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,听着像是他妈,打个电话还需要人在旁边指导,这妈宝男当得也真实在,我冷笑一声,说道,是不是诽谤,你心里清楚。 至于打人,不如你把我告到法院,看看这场官司是谁赢,莫许有的东西都开始往我的脑袋上扣,不是他妈说谎,就是他们苟急了跳墙,结果是显而易见的,陈勺才不敢去报警。 我拉黑了陈勺的所有联系方式,没了渣男拖累,我的日子越过越滋润,本以为我和他的故事会到此结束,但世界太小,隔了几天,我们又碰上了。 为了给闺蜜准备生日礼物,我早上起来去奢侈品店准备买个包,因为那家店就在我隔壁的街上,我直接穿着居家服出了门。 哎,那个包不能碰,这包很贵的,买了才能看,贵姐尖着嗓子拦住我,看我的眼神满是不屑,真是在哪都能碰见奇葩,买东西都是货比三家,就你家搞特殊,强买强卖。 哦,您可别胡说,我们也是担心有人光看不买,把包碰脏了,别人还怎么样,你怎么就知道我买不起,我心里有点窝火,不过是一个奢侈品店员,还真敢把自己当成品牌老板了,就凭你一个月几千块钱的实习工资,当然买不起,一个带着嘲讽的声音有远极近。 这声音,熟悉的让人我信,我扭头一看,果然是陈韶,不同于上次见面的落魄,现在的陈韶看起来倒像是意气风发,鼻孔都撬到了天上。 他是谁?哦,不太熟,只知道他喜欢没钱还硬撑面子,我这才注意到陈韶旁边的人,看起来四十多岁的样子,浓妆艳抹,手上拎着一个高定LV的包包,这,原来是棒上个富婆。 陈韶,阿姨模样怎么变化这么大,你跟谁叫阿姨?陈韶旁边的女人脸色难看,扭头去叫旁边的贵姐,你们怎么什么乞丐都往里面放,那种不三不四的人在偷了你们东西怎么办?陈韶也赶紧在旁边表明身份,这是我的女朋友,赵柳柳,我翻了一个白眼,遇见这种奇葩,自然也不会让自己吃亏。 原来这是你女朋友啊,我恍然大悟,试得拖长了声音感叹道,陈韶,你这战略意识不错,你少在这挑拨我们的感情。 陈韶自然听得出我的言外之意,当众搂住富婆的腰,我们可是真心相爱,我点点头表示赞同。 我明白,你的真心很多,那我就提前祝贺你早日儿孙满堂了,你什么意思,没什么意思,我勾唇笑了笑,深深地看了一眼陈韶,然后转身离开了这个店。 并不是真的要离开,而是打算联系一下店铺经理,我的老熟人,顺便也教训教训那个目中无人的贵姐。 我一边通着电话,一边注意着店里的情况,赵琉琉只是钱多,但人也不傻,有了我这番提醒肯定会跟陈韶产生隔阂,至于能不能容忍,就看她的性子了。 经理温妍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后,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。 方小姐,您这次来怎么都没有提前说一声,温妍把我客客气气地请进店里,惊呆了刚才的贵姐和陈韶等人。 显然,赵琉琉也是认识这个经理的。 温经理,你们这里还真是服务周到,赵琉琉立马堆起笑脸百般谄媚。 像温经理这样大度善良的人,全世界能有几个,我觉得赵琉琉这吹捧实在有些牵强,但还是忍着笑附和说道。 是呀,温经理连我这样的乞丐都好生相待,只有对待畜生的时候才没那么热情。 方小姐是尊贵的会员,怎么会成了乞丐? 威严顺着我的话说道,您要是乞丐的话,那我们可就更没活路了。 旁边的贵姐知道了我的身份,善善地站在旁边几次想要过来答话。 得罪了一般人顶多就是没了提成,得罪了会员,那可是要面临被辞退的风险。 温经理,这一排的包我都想要,能不能找人帮我介绍介绍? 我来我来,刚才还眼高于顶的贵姐赶紧自荐,刚才我就要给她介绍呢。 结果这位客人说话有点难听,让方小姐不愉快了,别废话了,我时间比较紧。 我打断贵姐的话,越发瞧不上这个做错事还要推卸责任的人。 陈韶和赵柳柳就被晾在一边,温言随便找了个人带他们去比较偏僻的地方挑选。 赵柳柳被气得够呛,但也不敢得罪温言。 在我的精挑细选下,贵姐前前后后忙活了两个多小时。 好了,就要这些吧,我掏出银行卡,却避开了伸手过来接的贵姐。 温经理,麻烦了,好的,你稍等,温经理客客气气地拿着我的卡走了,留下贵姐在这边敢怒不敢言。 看得出来,贵姐还想再说些什么,但旁边来了个有眼力见的把她给拉走了。 方夏,你一次性买这么多包负担得起吗? 陈嫂你没走过来,她好像不信我有钱能买这么多负担得起啊。 我怂怂肩,你一直在这没走,该不会就是想看我有没有钱吧? 被戳穿心思的陈嫂憋了一个大红脸,赵柳柳也不服输地走过来。 亲爱的,人家想要那个包包吗? 那个包是限量款,五位数起步。 我也看向陈嫂,皮笑肉不笑地问道,陈嫂,我记得你信用卡额度并没有这么高吧? 你买得起吗?陈嫂果然有些犹豫,这么贵买一个包,不太实用。 则,给你妈买就都是国际大牌,给女朋友买就不实用,则则则。 陈嫂,你是不是男人?我给你买那么多东西,连个包都不肯给我买,有我在旁边拱火,两个人差点在店里打起来。 陈嫂瞪了我一眼,又看到温言把我的卡递回来。 那一瞬间,我竟然在她的眼神里看到了懊悔,真是可笑。 我拎着大包小包,走的时候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句,没钱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。 奢侈品买的时候贵,卖的时候可就没这个价了。 说完,心情爽歪歪地扬长而去,一直到了小区门口,我才发现那两个人跟在自己后面。 你们跟着我做什么?我警惕地问道,生怕陈嫂狗急了跳墙,做出什么不可理喻的事情来。 送我女朋友回家啊,她就住这里。 陈嫂似乎终于在我面前找到了扬眉吐气的地方,说话的声音都大了。 我呜了一声,回去将车开到了停车位,陈嫂和赵琉琉也停好了车过来。 方夏,你怎么这么没素质,果然租户的素质都不怎么样,车位这么紧张还要占三个,你让别人怎么停? 陈嫂是真不放过任何一个贬损我的点,拿出手机,对着我的车一顿乱拍。 下一秒,我手机的微信提示就响了起来,一看,果然是陈嫂将刚才的照片发到了小区群。 不明就里的人们纷纷站出来指责,物业快管管这种人,好歹也是高档小区,要是被这些人占多了会拉低房价。 这小姑娘长得不难看,怎么做事这么不懂事? 陈嫂看着群消息,幸灾乐祸地说道,你快把车停好了,如果实在停步了,我勉为其难地帮帮你。 我呜了一声,并不打算付诸行动。 陈嫂却举着手机拦住我,似乎在录视频,还在那边阵阵有词地说我不听劝。 面对这种无赖,我本想找物业过来协调。 这时,我看到陈嫂的脸色变了。 低头一看手机,发现有人在为我澄清。 人家站三个车位怎么了?六个车位都是他的。 有的人别吃不着葡萄,说葡萄酸。 凉酒,后面都没有人在发消息。 我挑眉,看到了吗?我这样停有问题吗? 陈嫂的手僵在半空,一脸不可置信。 这是不是你找得拖? 物业的人过来跟我打了声招呼。 陈嫂这才相信我真的有六个车位。 诶?这辆车是谁的? 物业看到赵柳柳的车,直接拍下照片发到业主群。 还请大家不要占他人车位。 看到这话,我没忍住扑斥一声笑了。 好一个贼喊捉贼,陈先生,你们是不是得把车挪挪? 你们的车啊,这辆车经常占车位还找不到人。 要么现在租一个车位,要么我把拖车公司的人叫来。 赵柳柳想跟物业说几声好话,求求情。 可这小区管理严格,哪容得下他这种行为。 赵柳柳拧了陈勺一把,都怪你没事找事。 最后,我看着他们两个人把租借费交上,好心地拍了一张照片发到群里。 咱们是高档小区,要多跟他们学学,及时缴纳停车费。 又一次,陈勺没在我手下讨到便宜。 群里不少人都在指责陈勺等人,我看完了热闹转身就走。 陈勺忽然叫住我,方夏,等我。 我本来以为这是渣男的常用挽留方式,直到我在手机监控上看到家门口出现的人脸。 陈勺真的来了,我在小区并不算低调,稍微用点信就能打听到我的具体住址。 隔着屏幕,我看着陈勺几次想要破解我门上的密码,浑身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 他想干什么?为了防患于未然,我将监控视频保存并且报了警。 他是怎么出来的,我并不知道,但这次陈勺并没有跑过来找我闹。 有了这次教训,他应该会老是几天吧? 隔天,我的门口就会不间断地出现一些小礼物。 都是我之间跟陈勺念叨过但是没有买的东西。 我觉得荒唐,统统将这些东西丢到了垃圾桶。 但我还是低估了陈勺的毅力。 方夏,陈勺找到了我的公司,在我下班的时候拦住我。 有时间吗?吃个饭。 陈勺认真打扮了一下,人模狗样的,手里还捧着一大束玫瑰。 不知真相的同事们纷纷在旁边怂恿。 陈勺,你到底想怎么样?又想进橘子了?因为不想被更多的人起哄。 我不得不答应陈勺去了咖啡馆。 陈勺小人得志的嘴脸看得我恶心。 我们之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 方夏,你放心,那两个狐狸精都已经被我赶走了。 以后咱们就可以过二人世界了。 听到他的话,我险些被口水给呛死。 你是不是得了异想症?我们已经分手了,可是现在我想复合。 虽然你不是本地户口,但是条件还可以。 到时候咱们结婚,房子给我爸妈一套,咱们住一套,剩下的可以租出去。 甚至都不用找工作就能过上小资生活。 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。 我冷笑一声,陈勺,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像癞蛤蟆? 陈勺咧出来的嘴角僵了僵,但并没有发脾气。 之前是我们误会你了,你送的那个包原来是爱马仕的。 你也是,早说出来不就好了,要复合也不是不行。 我故意地想要恶心他,你要是敢跪下来给我擦鞋。 我可以考虑考虑,这么赤裸裸地侮辱,无非是想让陈勺死心。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,陈勺为了钱竟然可以没有任何下限。 他真的跪在了地上捧起我的脚,全然不顾周围人一样的目光。 你有病是不是? 我被他吓得蹭一下站了起来,逃跑式地离开了这里。 这地方是不能呆了,有陈勺这个变态渣男,干什么都不会安心。 陈勺并没有追出来,我也稍微松了一口气。 但他对我的纠缠并没有因此结束。 一连几天,我都收到了来自不同号码的骚扰短信,无一例外全部都是陈勺的土味情话。 更甚至他还在汽车电台上点名找我表白,这种感觉着实恐怖。 陈勺妈妈也找过我,名利案里的说不嫌弃我是个外地户口。 抱歉,你们不嫌弃我的外地户口,我嫌弃你们一家表里不一,贤贫爱富。 我爸听说这件事,叫我回去继承遗产,可若是不让陈勺死心,他说不定还正能追到我老家。 正当我发愁,应该怎么一劳永逸地摆脱陈勺时,机会就来了。 陈勺的前女友赵柳柳跑到陈勺家里去闹了。 这个赵柳柳也是个狠人,原本是靠吃播小火了一把的网红。 不过后来因为忘记关绿镜原型毕露掉了一大部分的粉,再加上火了之后有些飘飘然。 火了不到一星期就凉了。 他跟陈勺也是在网上认识的,两个人互相欺骗,臭味相投,所以才走到了一起。 后来应该是谎言败露,所以陈勺才转而哄我。 照柳柳说起来也有点本事,房子是他借住的,所谓的本地户口也是假的。 仗着跟陈勺睡了一晚便已有了孩子去威胁,还真把陈勺妈妈给吓唬住了。 这下,我就能安心回去继承家产了。 刚下飞机,我再次接到了陈勺的电话,我接通了。 陈勺好像喝了酒,土字不清,但我还是能听出来大概意思。 方夏,我要结婚了,照柳柳骗我,把你从我身边骗走。 他结过婚了,他还有孩子,房子也是借的,假的,都是假的。 你能不能原谅我,我错了,你是我最喜欢的女朋友。 我结了婚,我们还要保持联系,好不好,我被他这一顿说辞我心坏了。 那个赵柳柳也不是好惹的,为了避免麻烦,在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录了音。 等陈勺说完了,我才挂断电话,并且热心地将这一段通话记录,托朋友转发给了赵柳柳。 他们会不会吵架打架,我并不关心,但那边有一个朋友总是时不时地找我透露陈勺的惨状。 比如赵柳柳酗酒啊,比如陈勺会动手打女人啊,又比如彩礼没谈成功啊等等等等。 对于陈勺我早就没有了感情,听到这些也不过是当作故事,过去了就过去了,只是偶尔会感叹自己当年识人不清,庆幸自己脱离苦海。 后来,我因为工作出差再一次去到了那个地方,听朋友说,那天刚好是陈勺的婚礼。 哦,不过朋友的八卦之心,我到底还是同意去那边转了一圈。 陈勺比之前瘦了很多,眼睛也没了以往的光亮,跟肥胖的赵柳柳站在一起,显得格外突兀。 朋友叹了口气,哎,看到渣男过得不好,我就安心了,我跟着笑了笑,恶人滋有恶人魔,作孽太多,最后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 你说的没错,像这种渣男,活该,离开的时候,我的视线刚好和陈勺交错。 他似乎想追出来,但照柳柳当着众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,跟我结婚,你眼睛一直往哪瞟,看照柳柳的彪悍模样。 我愣了一下,虽然有点幸灾乐祸,但看到陈勺落的这幅田地,内心多少有点窃喜。 回到家,我跟我爸提了一句,家里为了庆祝我重获新生,特意给我安排了好几场相亲。 我也确实认识了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男人,等我和男朋友柴落定打算结婚的日子,我听说陈勺因为受不了各方的压力,选择了跳楼自杀,但是没死成,现在成了植物人。 照柳柳也拿着钱跑了,我唏嘘了一下,抱紧了怀里的男人。 8 9 9